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堡垒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早盘跌破了16248 随即就来个破底方 当然各位大家都很关心说 台积电的年限569有没有守住 结果各位看到今天台积电 杀到560 拉回到572 年限失而复得 有没有 所以大盘呢 也是跟着开低 因为台积电收在当天的最高点 台积电收在当天最高点 大盘也收在当天的最高点 从大跌246点变成长52点 好漂亮的一个破底翻 但是很多时候老师 收完盘你讲破底翻 大家都会讲 各位 破底翻先谈再说 上尾还是一样啊 昨天教你来赶快买乙胜第二 现在还是告诉你乙胜第二赶快上车 来 破底翻先谈再说 重点在哪里 今天早盘杀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跟会员讲说 有机会破底翻 来看证据 9点19分 大盘两天农资大减百亿 今天早盘再断农资来到16162 来到16162 我还直接写 早上杀到16162 我说够了 随时渴望上演破底翻 我不是说完盘才跟你讲破底翻 好老师你为什么看得出来 来仔细听 仔细听 来注意看 来我算给你看 为什么我说破底翻先谈再说 大盘从18034跌到今天最低叫16162 总共跌掉1872点 跌幅10.38% 融资从2999 减到昨天2531 有没有看到昨天是2531 这样减了468亿 融资减肥幅度15.6% 什么意思 哇老师 融资减肥幅度大于大盘的跌幅 本来就随时会强谈了 因为叫筹码安定 对不对 所以刹到16162我觉得 随时要往上谈了 而且是强谈 因为融资的减肥幅度大于 大盘的跌幅 那如果以9月份最高点 17633跌到今天最低16162 是跌了1471点 好我相信这一段后面的急刹 就是在断融资对不对 我上礼拜告诉你 刹盘敢抵断融资 我今天告诉你破底翻 先谈再说 还有再来 昨天下来的时候请看 昨天的K值在17.37 D值29.1 前波16248 K值在11.93 D值在19.3 所以我说会破底翻 然后KD要背离交叉向上 在两天后你又会看出个答案 一旦交叉又是一个反转讯号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尚未看得出来 这个盘 可是有的股票已经领先这种 出现这种讯号了 已经KD背离交叉向上了 可是最重要是什么 这一波沙盘敢抵断融资在断谁 各位 大家都会回答啦 老师啊 断货柜山雄 对啊 礼拜五跌停 礼拜一跌停 今天再跌半更 融资的都被断了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8月10号我就告诉你了 8月10号我的测标就告诉你 货柜山雄面板三虎 未破前低不可抢进 8月10号 没错 然后到了上礼拜 我就告诉你 面板不用杀了 面板落底了 可是货柜山雄还没有 结果礼拜五杀跌停 礼拜一杀跌停 今天开门再杀 老师你8月10号有讲吗 有讲说长龙会跌 会跌到哪里 各位8月10号是这一天啊 这一天 8月10号是这一天啊 这一天呢 他冲到148.5 我告诉你说长龙啊 会杀到看到两位数啊 真的还假的 老师你有进股吗 来请看VCR A波跌掉了84块半 请问C波主跌段 C波才跌72块半 跌够了吗 不够啊 各位再看一次 什么叫主跌段 主跌段这个C波一定会大于A波 就像这个主身段一定会大于第一波 通常1.382倍到1.5倍 所以各位 它基本面很好 好我们就想说C波 不要跌到1.5倍 跌1.382倍就好 要跌116块 结果它C波只跌了72块半 请问够了吗 不够对不对 好再来 这一段大家会算给你看 从233跌到116跌幅超过五成 可是不好意思 融资才减19% 不够 不够 那如果你要看一下法人买卖超 6月也卖7月也卖8月你说好像有小买 来看一下 看一下长龙 昨天又把它卖出来了 你看看 昨天融资又增加了 融资又增加6,121张 法人又卖22,450张了 那各位 你看看 今天一定一堆人会想去抢 我看到今天的航运比重增加 我又紧张了 为什么 当冲客 那些不死心的人又进去抢长龙了 你早上抢到这里 杀到这里 10块钱就不见了 不只10块钱不见 你不要以为当冲隔日冲很好玩 对不对 想说跌得够深了吧 很多人会这样想 有人买230 有人买200 老师 买148应该很漂亮 你是觉得很漂亮 早上你觉得我买148是不是很漂亮 你是不是心在想买148 很漂亮 结果杀到138 那我已经告诉你了 它的跌幅不够 它会破这个低点耶 这个低点没有破以前 我一定不会带我的会员去抢 长龙的短线 那我一样要奉劝各位 你不要去抢 不要浪费你的血汗钱 不要浪费你的子弹 等到上尾讲的话验证之后 它破了这个低点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啊 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那个时候啊 才是最好的买点 你说老师那什么点最漂亮 我不知道 反正要破16.5 那个时候 不敢是到110 哇 那才是更漂亮吧 那如果你要算呢 来来来 那我们来算一下好了 要跌116块 这里呢 才跌掉72块半 不够呢 还要往这里再减40块 啊 老师啊 跌到剩两位数最漂亮啊 我不是在下各位啊 投资朋友 当你看完这段VCR 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啊 8月10号啊 当时大家还是每天都想抢货柜三雄啊 我说我算给你看啊 我说要跌到两位数啊 才漂亮啊 我不是在下你们的啦 结果你今天看到了没 啊 老师今天最低杀到95块8了 两位数看到了吧 啊 阳明 从234.5杀到90块7了 长龙 从233杀到95块8了 啊你说老师 大盘破底翻他也跟着破底翻 可是不一样哦 他只是融资被断之后的反弹哦 弹到哪里 我现在要告诉你啊 各位 我现在再告诉你 长龙 阳明 望海都一样啊 五日线 五日线 弹到五日线你还是要绕跑啊 你不要说老师 我今天又跳下去抢货柜三雄 对不对 然后呢 五日线能不能过 你还要注意看啊 看今天啊 法轮买卖操作 还要看今天的融资啊 是融资增加还是融资减啊 如果今天是融资减啊 那就会继续往上谈 谈到五日线 如果今天是融资是增加啊 搞不好连五日线都不来啊 这才是实例啊 各位 8月10号跟你讲的时候 你不会相信的 老师那有call零啦 所有的老师都帮我们家 都告诉我们这里买这里卖 这里买这里卖 这里买这里卖 我说你不要抢短线啦 到时候一定是跌破两位数啊 来到两位数 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啊 这个时候才叫做短线买点啊 可是各位 这只是反弹啊 它只是反弹啊 所以各位你看我讲的话验证之后 为什么 不管是长龙 阳兵 望海都一样 我都有讲 你可以去看8月10号节目 我自己上youtube去看一下 你就发觉老师还真的咧 这个叫做预告未来嘛 我现在也跟你预告未来 长龙 阳兵 望海 你不要以为这样就跌完了 先谈到五日线 能不能过看筹码 如果五日线过不了 融资还不减还在增加 那还会再杀 这样懂吧 然后8月17号 我又最后提醒你 还是再讲一次 货柜三雄 面板三虎 没有破前提不要抢进 每天一直讲 各位8月17号再讲一次 我说你不要再抢了 为了抢这个 他就破底 抢这个又破底了 然后8月17号我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 可以买什么 这个不要碰嘛 不要碰嘛 可以买这个 四星ky 有证据吗 来请看VCR 来各位像这一档 四星ky 有没有 你看喔 我当时在跟你讲 四星ky的时候在这里 我当时跟你讲 四星ky的时候 融资是减41.66% 现在融资减到45.3%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到 这个550中就跌不破 有没有 这个550中就是利手 因为550这个地方 就是融资最高水位 他开始杀 融资开始减肥 已经减了45.3%了 当时是41.66% 到昨天为止45.3%了 所以你就发觉到一件事 你就发觉到一件事 他有跌吗 喔老师对耶 今天大盘跌197点 他没有跌耶 那会不会明天起子结算后 各位 甚至于明天台子起结算 我不认为他还会大跌 因为已经事先反应了 那他会不会大涨 机会可大了 为什么 因为他融资减肥幅度够大吧 有没有看到 投资朋友为什么上回要这样提醒你 提醒你说货柜山雄面板珊瑚啊 没有破前例你不能碰 8月17号 最后一次提醒你 然后可以买 你就要买这种融资减肥够的 结果各位 当你8月17号看完我的节目 8月18号你知道他在哪里 他就是在536 就这样标上去 各位 就从536标到928 就这么简单 你会发觉到太神奇了 就从536标到928 就涨了73% 然后我告诉你不要再追了 是吧 然后我给你小小事先对不对 昨天有公布答案叫以胜KY啊 老实说以胜KY 找盘我都开滴滴的让你买啊 你不买又拉尾盘 又收在今天最高 虽然只是小涨啊 可是最重要在这里啊 各位 来来来来 很多人搞不清楚啊 来各位 你知道吗 大盘这一波 从17633跌到今天 16162是跌多少 跌掉1471点 请问以胜KY是涨还跌 你自己看嘛 是涨还是跌 他底部月电越高 底部月电越高 底部月电越高耶 是不是很好买 昨天我把以胜KY公布答案 早上还被笑 老实啊 你公布答案 结果今天 早上开滴他也开滴啊 你不就敢买 他是经得起大盘考验耶 1471点耶 跌掉1470几点耶 他是这样 一个底两个底三个底 三个底这样一直弹上去耶 不一样耶 好 今天我要跟你讲什么 各位 为什么上个礼拜我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什么 我说啊 面板啊 已经落底了 但是呢 货柜三雄还没有 是吧 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是我的忠实观众你都知道 上个礼拜我还特别提示说 友达群创 海经不要再杀了 面板三五已经见底了 但是货柜三雄还没有见底 所以上个礼拜五货柜三雄跌停 昨天礼拜一跌停 今天再跌半更 先把融资断了一批 然后弹上来 可是弹上来你还是要小心啊 你不要以为弹上来就一帆风顺了 你还是要随时注意筹码的变化 我已经讲过了哦 弹上来自己看 五日线过得了吗 自己要看哦 五日线能不能过 攸关在筹码跟法人买卖超 长龙 阳明 望海 这五日线过不过 如果过不去你还是要测呢 因为他融资的减肥幅度 还是没有大于个股的跌幅 这样懂不懂 但是你看哦 面板就不一样哦 一样基本面很好 我知道大家说老师货柜三雄 基本面也很好 我也知道很好啊 好到不行哎 对不对 你看本益比五倍啊 来 尤达本益比三倍啊 这两块都很好 可是为什么我讲面板已经止跌了 可是货柜三雄还没有 因为筹码成练不够 还有再来 面板有个特色 极其低之外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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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刚才看什么答案 你刚才看大盘是这样 崩下来 你这一看 这一天 大盘是这样崩下来 尤达是这样 看清楚没 再看一次 9月6号 17633就这样崩下来 叠了1471点 尤达是这样 一个底 两个底 今天这个K线叫做 多头吞噬 看到没 多头吞噬 融资持续减肥 然后 除了本益比低 打出三个底之外 净值在22.07 也说面板 股价都低于净值 可是货归三雄呢 货归三雄的净值 都在30块上下 结果呢 今年最高冲到230几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 我告诉各位 筹码沉淀好了 落底完成的面板 可以买了 不用杀 可是货归三雄还没有落底 还要断融资 讲完之后礼拜五杀融资 跌停 今天跌停 今天再跌半根 那这两天呢 融资不是减了100多亿 早盘再跌5%融资再减 所以他先谈 可是谈上来 五日线过不过是个关键 但是面板呢 是不是出现讯号了 不用担心了 讲对了吧 老师 太棒了吧 好 再来 这个也是 大盘跌1471点 请问 他是不是底部一直出来 蓬城 足底也完成哦 这一根也出现多头吞噬哦 所以你发觉到老师 今天有达大涨 长龙也是啊 长龙只涨五毛耶 阳明才涨一块耶 这就是早上断完融资 稍微谈一下 你不要太高兴 以为说哇 就一帆风顺了 只有万海涨比较多耶 可是万海也还没有走完耶 可是你发觉老师 这个就不一样耶 这个大盘从1763杀下来 他都没有破底耶 然后蓬城呢 蓬城呢 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 也足底完成哦 还有呢 还有呢 来 天狱呢 各位天狱哦 天狱也是基本面很好 对不对 对 上半年赚15.35 当日反转 这个叫当日反转 股价创新低 这个叫KD贝离 农资大减 所以为什么 哇老师天狱今天好漂亮 收复五日线 当日反转 KD贝离叫他往上 然后基本面又好 然后9月营收又创新高 1到9月用年增 128% 所以他现在股价会还他公道 他一样的 连带的 就会带动什么 驱动IC 我想这一波驱动IC 也是被杀得很惨 可是各位 他是有实质基本面 但是形态出来了 股价创新低 KD贝离叫他往上 融资大减 开始要反应 股价委屈低本益比 他绝对比货贵三雄来得好 还有一个也是一样 各位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也是差不多了 也是要开始大涨了 注意看 记忆体威钢 这也出现了多头吞噬 也出现了当日反转 然后这个股价还创新低 KD正式贝离交叉往上 这个叫KD贝离交叉往上 融资大减 上半年赚9.05 股价本益比是个位数 所以各位 一样本益比是个位数 你不要去追什么货贵三雄啦 有驱动IC 有记忆体 都一样 而他有什么 KD贝离交叉的讯号 然后他有融资大减的讯号 这样懂我意思吧 面板也会比货柜三雄来得好 道理就在这里 好 那我刚才说过了 跌了1471点 我告诉你的以慎KY 我已经公布答案了 不错吧 你应该吓一跳了吧 对 老师 他真的是经得起考验 大盘跌成这样 昨天我还告诉你 拉回不买更代何时 今天还有机会让你买啊 这个都直接公开了啦 已经没有盖牌了 没错吧 今天很好买又拉上来了 可是重点在这里 大盘跌了1471点 拍谁 他有跌吗 你要不要再看一次 他有跌吗 可是大盘这样跌了1471点 好 所以我说啊 这种股票还很多 以慎第二 昨天是热情邀约 今天是要告诉你 赶快上车 你再不上车就来不及了 好好把握 单股金赚188 上围帮你选好股 换好股 让你反败为胜 抢到前五名 上围亲自打电话 帮你做资金规划 亲口告诉你怎么买 希望你打电话速度快一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金牛细年来 2021 牛转乾坤 亚洲投顾 祝您发大财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金牛细年来 2021 牛转乾坤 亚洲投顾 祝您发大财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上围节目的 赶快扫描QR Code 或者是直接搜寻邓上围三个字 记得要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说过今天台北股市上演破底翻 我不是事后跟你解盘 你是我的会员 我今天在早上9点19分 就跟全国会员讲 大盘要破底翻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来各位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我敢发这个讯息 这两天减掉128亿 再加上早上开地重挫 各位 早上一度重挫246点 破贵三雄再跌5% 所以短线上就 把融资先洗掉一批 然后就会上演破底翻 最大的关键在这个 大盘整体跌幅 跌了10.38% 融资减了15.6% 我一直在各位强调这件事情 融资减肥幅度大于大盘的跌幅 随时就要强谈 就像这一波强谈 1385点 这一波强谈会多少 大家拭目以待 融资减肥大于大盘的跌幅 然后KD指标即将背离交叉往上 所以破底翻先谈再说 但是个股呢 筹码不安定的股票 只是反弹让你逃命而已 可是已经筹码沉淀的股票 它就不是反弹喔 是反转喔 所以各位你看大盘啊 大盘啊 光这个啊 9月份就讲9月份就好 光9月份就跌掉了1471点 就这里 1763就这样跌 跌到今天跌了1471点 不好意思喔 小小四星的以胜就这样 底部越来越高 跌1471点喔 啊以胜第二呢 正准备要起涨 赶快上车 行情不等人 赶快上车 把握单股金赚188 好好把握 我帮你选好股 换好股 让你反败为胜 抢到前五名 上回会帮你亲自规划 亲口告诉你 怎么买 怎么操作 好好把握 祝各位超凡顺利 明天头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